墨河被称作中国北极 冬季里能够到北极墨河去观兵赏雪 是众多游客的向往之旅 寒夜里坐着火车去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12月15日晚 记者登上K7039次列车 从哈尔滨出发驶向墨河 一路向北 室外的温度已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 车厢连接处和车门很快就挂满了雪霜 59岁的乘务员柴师傅开始了他一夜的忙碌 咱们这车又往北啊 它的水越大 现在勤扫看够了这车门 这雪 这雪大少 为了旅客的安全呢 我们就要经常呢 在这车门进去巡检去看 有雪就扫有雪就扫 一晚上得扫十五六次的 为了抵御风雪 列车一发生漏风的车窗缝隙和车窗过道门 都加装了防风装置 除此之外 柴师傅和同事们要在夜间巡视时 随时调节空调温度 保持车厢内温暖适宜 柴师傅告诉我们天气寒冷常常有冰封车门和冻结地漏的情况 所以每隔半个小时 他就要用热水通一次地漏 咱们车最大的车点呢 就是语言喊的多种声 我们干一宿 就是为了使旅客 睡个暖和觉 干三十来年 很快快退休了 冷点 累点 为天南 海北 这么多旅客 开开心心的坐我们这趟车去墨河玩 咱就游走铁路人特有的成就感